一场同学聚会回我一生幸福 每个人都有一段难忘的回忆 而我也有 那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我们学校的一名校花 她长得非常的漂亮 学校有很多的男生都在追她 而我也在其中 可是不管我怎么去讨好她 她都不领情 时间久了 我就觉得或许是因为我和她真的不合适吧 于是就这样 渐渐的我们都毕业了 事隔多年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成家 过得怎么样 可就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他打电话给我 并且告诉我这个周末举办一场同学聚会 当时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 我曾经暗恋的对象在不在其中 于是我满怀好奇地去参加了同学聚会 那天我精心地为自己打扮了足足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就想能够在同学聚会上再见到她一面 果不其然在我那天去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 突然发现她尽早早地来到这里坐在位置上 安静地在玩着手机 当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内心又激起了火花 因为她毕竟是我暗恋的女友 虽然我没有和她生活在一起 但是这么多年了 她依然都在我的心中无法抹去 就这样在我们聚餐的时候 我竟然和她坐在了一起 当时我心里就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是我和她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 在饭桌上我们不断地在聊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 当我和她聊天当中得知 她现在仍然单身 可是我却已经有了家事 就这样我们这么多人在一起试试喝喝 突然间她竟然向我敬酒 当时我心情就非常激动 于是我就喝了一杯酒 当那杯酒下肚的时候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一些混乱的画面 我幻想着能够有一天和她生活在一起 并且有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结晶 就这样我们慢慢的很多人都喝多了 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根本就记不清楚 当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竟然发现她在睡在我的旁边 当时我就愣住了 但是也令我很高兴 我跟她说我一定会对她负责任的 虽然我现在有了老婆孩子 但是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切 我老婆应该不会发现 可是这只是我想象的而已 没过几天之后 我老婆竟然查看我的手机 发现了我所有的秘密 那天晚上她和我争吵得特别激烈 根本就不听我的解释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做的天衣无缝就行了 可是只是抱不住火的 那天晚上我老婆气冲冲的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至于其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当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 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没过几天我老婆就提出了离婚 当我和她离婚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她 自己一个人尽身出户 我现在这段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于是我就去找了我的女友 可是当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竟然在电话中告诉我 她不可能和我在一起 因为她永远都接受不了一个背叛婚姻的男人 我当时一听就觉得特别的生气 我之所以会背叛我现在的这段婚姻 也是因为她 可她竟然这么不理解我 于是她就把我的电话拉黑 从此在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对时间觉得自己真的很后悔 真的没有想到一场同学聚会 竟然毁了我一辈子 我现在只希望我的前妻 她能够原谅我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好好对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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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